将一个物体以4米每秒的初速水平抛出,则当其速度变为8米每秒的时候,切线加速度以及法线加速度各为多少。 你先把图画出来,水平抛设初速是4,然后呢,要问当速度等于8的这个瞬间切线跟法线加速度。 那我们假设它在这里好了,假设速度等于8的时候在这个位置。 好,那接着我要怎么办,找A切跟A法,那我们就照前面在观念的部分我给你介绍的嘛,通常在空中抛射,或通常我们在找A切A法就用这三个步骤来找,原则上应该都可以找出我们要的结果啦。 我们先看,第一步是什么,找出这个时候,找出这个时候的加速度,那因为在空中飞嘛,所以通常这个加速度就是不计阻力就是g。 那至于要画多长,你说g等于10,那这条长度是8,所以我的10应该画多长。 我跟你讲,其实加速度跟速度它们是不同的物理量啦,所以你不一定要说速度是8那么长,那我g是10,就应该要画多长。 那没有什么特别比例关系,所以我把它画长一点,因为这样等一下分解会比较好分解。 可以吧?好,所以,这时候呢,这个物体所受到的加速度是10米每秒平方。 那接着,我找出A了,再来要干嘛?找出角度,接下来我要做分解,对不对? 所以我必须要找出,这个加速度它跟速度之间的夹角,这个cata是多少呢? 从什么方向去处理? 从我一直告诉你的,当速度是斜的时候,它是没有用的。 那没有用那干嘛?把它分解嘛。 把它分解到水平方向,又或者是牵直方向。 好,所以这样分解出来,分解到水平或牵直。 那我只把它分解到水平方向就好了,因为这样子就有答案了。 你看哦,我把这个速度分解到水平方向的话,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水平速度在这边? 请问你,水平速度是多少? 水平永远等数嘛,所以水平速度永远都是4公尺每秒。 好,当然如果你想要分解到Y方向,它就会是4根号3啦,因为有个必识定理嘛。 好,不过,因为我只要知道这边是4,这边是8,我心里面就有答案了。 答案是多少?角度几度? 这里是不是2比1比根号3? 所以这个角是60度。 不过我们要的是这个cata角,这个cata角是不是就30度? 可以吧? 好,你要记得啦,虽然我这边写的是, 透过,本来我影片是不是告诉你说, 这个cata值呢,你用tang值等于vy分之vx去寻找。 本来应该是叫你这么做。 可是这边太明显啦,2比160度实在太好判断了。 所以不必要,一定要找出vy,好不好? 从这个2比1,我们就可以找出cata的大小,应该是30度了。 好吧? 那我a有了,我的cata也有了, 接下来我就要只要做分解就有结果了。 好,就可以找出我们要的那个切线加速度跟法线加速度了。 来,怎么做? 做分解嘛。 分解到哪一边? 分解到跟速度平行还有速度垂直。 我先把辅助先拉出来。 这个是平行方向。 然后呢,垂直方向大概在这边。 这是跟速度垂直的方向。 那我现在要干嘛? 我要把这个g给分解过来。 分解过来。 然后分解到跟速度平行,再来分解到跟速度垂直。 好吧? 那所以是不是就找到我们要的结果了? 在这边。 这个g分解出来之后, 在速度平行方向的这个分量, 就是我们要找的切线加速度。 那至于跟速度垂直的这个方向的分量, 就是我们所要找的法线加速度。 可以吧? 速度已经被我遮住了。 我画回来还你,让你看清楚。 刚才速度在这边。 好,速度的大小是8。 那你看,我们再重新看一次。 三个步骤。 一,先找出这时候的加速度。 二,找出角度。 角度用速度的比例来找出这个值。 第三步做分解。 把它投影过来,分解到跟速度平行, 我们叫A切。 分解到跟速度垂直, 我们叫做A法。 那答案就是多少? 就再来2比1嘛。 所以这个A法的大小应该就是 5米每秒平方。 那这个A切就是G乘上cos37度啦。 那2比1比3嘛。 就是5根号3米每秒平方。 OK,记得, 这三个步骤, 其实你照着步骤做, 应该就可以找出结果了。 那至于一开始在画的时候, 我再重新提醒你一次。 G的大小故意把它画长一点, 将分解出来会比较好画。